Bring the madness 哈囉我江江 今天來介紹一款超好玩的手機遊戲 那這個遊戲叫做弓箭手對決 那我現在這個遊戲呢 已經玩到1600多杯啦 我先試玩這個閃電小子雷亞好不好 要獲得1000杯才可以獲得他這個角色 他算是近戰的 我先大概教大家怎麼樣在戰爭前線裡面刷這個獎盃喔 那戰爭前線其實還蠻好刷的 尤其是 你有近戰的散彈哥跟那個法師 或是 像是這個雷亞也不錯 如果 對方沒有手加的話就很好強 我先直接 直接過去 有點作弊有沒有 他的普攻可以過去了 然後直接打主堡就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 後面沒有錄到聲音啊所以就直接放音樂好了好不好 其實就這樣子一直刷 打他的主堡或是打那個他的砲台 對方發現我了 一直在射我 對方發現我了 一直在射我 這是超簡單的 雖然MVP不是我但是還蠻開心的啦 再一場再一場戰爭前線 那個荒野亂鬥是後來出的 我們現在是這個遊戲將近快玩了大概兩個月吧 然後荒野的那個才出 荒野亂鬥 荒野亂鬥我有玩然後 比較一下我覺得這個比較 比較喜歡他的風格啊 就人物也不會太小然後攻擊也還蠻俐落的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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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走趕快走 你射不到我你射不到我 快走快逃 快逃OK 他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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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射不到我你射不到我 要繞圈圈就好了 砍他 喔漂亮喔 因為攻擊力很很低啊2800 如果是散彈哥就是很多有沒有 他又來了 他誰啊 藝人嗎 喔中了中了 快躲起來先躲起來可以補血 過來啊 這個角落最好啊因為他那個角角會 跟我的頭髮很像一樣的就黃色 新手幾乎不會注意到 還有被我收頭啊 我砍一次才2%3%而已 我中幹了 他給我開大招耶 你看他們的人都直接 不會過來 手家的 這新手新手團喔 再度收頭 品客好好吃是誰啊 他又來了啦 按錯按錯糟糕 收頭收頭 好 一定很氣吧 一次收兩顆頭 這邊補一下還來又來了那是不放棄耶 不放棄 這箱子不會壞啊所以可以躲一下 我大招 哇不要賺到三顆頭啊 時間不夠要加把勁啊 直接充直接充直接充 直接充 直接充直接充 耶贏了 超簡單 充就對了啦 NVP啊是不是 收了10顆頭喔 這遊戲超好玩的 他還有其他角色 我發現荒野亂鬥他的角色跟這個很像喔 不曉得是誰抄誰啦 anyway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玩 他每周的任務都可以解 然後有獲得這個星星 然後星星可以打開這個箱子 然後箱子可以獲得一些錢 我現在準備要買這個散彈哥 要 到13800 然後裡面獲得這些 這些升級的物品可以升級 角色裡面的技能喔 看一下英雄 OK他可以升級 生命攻擊跟必殺技 我建議那個生命可以升級到10000多 將近等級10吧 等級10可以獲得這個致命打擊 將近有10%的攻擊力喔 等級15的話可以獲得15% 看一下這個法醫 法醫是治療跟那個 毒氣吧 OK先到這邊 全都要被他都當了 全部都要在山上 都要被他牠借了 因為我相信 我相信 你 我信心 我存在 只有一個 我看來 在這兒 是 那裡 我記住 我信心 我信心